最近,邱淑珍尴尬的上热搜了,去医院看病的他便装出行,被网友偶遇,素颜照也踢霸到了网上,网友毫不客气的吐槽,邱淑珍发福,那记忆里的经典剧照,是这样灵动的美道范规,去年还在直南剧集地的虎湖一年一度女神评选中夺得冠军。 当年的女神有多美,可能如今就有多失望吧? 不少网友表示无法接受女神变大妈的现实,这不禁让人想起,前几天同样因为女神气质,不再而被网友吐槽的王祖贤。 离开娱乐圈,二十多年的经典女神,王祖贤被拍到和朋友在吃火锅,侧面看起来有些发烫,重点是含胸驼背的情况很严重。 可是网友心中的王祖贤是下面这样的有承受不住的网友,表示自己心中的偶像破碎了。 说王祖贤这样子就是一个大妈,前段时间因为湖南卫视,我们来了,回归荧幕的关君林。 尽照爆出也让人表示美人之母,要知道年轻时的关君林,但多少男人为他疯狂痴迷过。 实量心胸形容的就是他有一年,被邀请为张徐有演唱会嘉宾,一起本色连一群款款走上台。 张徐有牵起他的手势羞涩的就像个情斗猪开,的少年多年前刘晓静说,那一句经典名言,做女人难,做明女人更难。 女明星除了要对自己的演技兢兢业业,还要对自己的演技毫不懈怠,但即使,娱乐圈很多当年的女神都已逐渐老去,比如姑姑李若同,尽照早已先弃,不再,看到的全都是岁月留下的影子美人时母,是一件多么让人唏嘘的事情。 李若同塑造的故故形象,经典到至今都无人能,超越黎子同样是九十年代的美女,早在初二的时候,就因为长得太美了被曲关节发掘,从而进入了娱乐圈。 她的演技巅峰,应该是在电视剧《以前屠龙记》中赵敏一脚,许多人表示离子之后再无赵敏不过离子也没能躲过时间的大手,虽然没有发福,但是脸上的痕迹实在太严重,了或许大家对女性的外貌先天就敏感,加之一人身份。 这种由知名度带来的天然高关注度,哪怕对已经吸引二十年的女明星也无法放过,所以对女神们的老去,总会有很多生意。 诚然,每个女人都有红颜老去的一天,但大家可能都还是希望女神们能优雅的老去吧,你的看法呢?